卡迪亚Tank Solo真的要停产了吗 哈喽大家欢迎回来小宝的频道 没错卡迪亚Tank Solo真的要停产了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是想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Tank Mask和Tank Solo的新老坦克大对比 首先呢先给大家来看一个视频 感谢观看 OK看完了视频相信大家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这边呢我再给大家来剖析一下 首先我们先对比一下它的皮表带款式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Tank Mask 其实就是一个全钢的Tank Louis Cartier 它呢大小上面会比老板的Tank Solo要小一圈 其次呢就是它的设计会更加的圆滑一些 另外一个区别呢就是它的表冠 那新款的表冠呢它会做得更加的尖头一点 另外一个差别呢就是它的表扣 那我们老板的Tank Solo它用的是蝴蝶扣 那新版的呢用的是针扣 其实针扣使用起来是会更方便一些的 下面呢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它全钢的手表 这个全钢手表的话 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这个表链 它做的这个钢链会稍微厚实一点点 这一次Tank Mask的新款呢 它是分成了小号大号和加大号 小号和大号呢它都是时音表 那这个加大号呢是一个机械表 所以对于如果你们想要去配情侣表的话 这一款真的是首选 而且呢新款的Tank Mask你也可以选择牛皮或者是钢表链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无论是商务或者是休闲 你都可以驾驭 那下面呢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SolarBeat太阳能机芯系列坦克 这个SolarBeat太阳能机芯系列 用了镂空的罗马数字 光能转化提高了太阳能电池的效率 它还同时采用了非动物性的材质皮带 也是非常环保的一种体现 而且这个太阳能机芯呢 它是出了一个青苹果绿色表盘的小号 和一个天蓝色皮表带的大号 所以真的这两个颜色太吸引我了 就是颜值控 简直就是要惊叫了好吗 OK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给大家在外观上分享了一下 新老坦克的一个大对比 那下一期视频呢会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新坦克到底值不值得买 和它的一些设计上更多的细节 那如果你也喜欢我类似的视频呢 别忘了加个关注 也别忘了给我这个视频点个赞哦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